我們非常開心在這個學期 在學校的知識底下 可以成立這個雷射槍的 這樣的一個實驗情境教室的部分 那這間教室的成年還有幾個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第一個目的當然是因為 休閒活動是未來的一個社會生活的一個趨勢 那怎樣把休閒活動具體的展現出來 讓我們學生的訓練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實驗教室 展現出我們訓練成果的 這部分這是我們第一個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教室 來推展一些比較正向的一些休閒活動的部分 就像在今年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把 所謂的一個網路成癮的這部分 列為一個疾病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孩子他的生活裡面受到科技的影響 相對的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他們很容易被這些科技的產品 所吸引然後沉迷 但是我們這間聯射槍教室 它有一個很大一個特色 就是把傳統的休閒活動的帶領 然後跟高科技的聯射槍的活動 做一個結合 那對於這些已經習慣了聲光刺激的孩子而已的話 這樣的一個活動能夠導引他們 從一個虛擬的情境底下 進入到一個實體的環境裡面 那透過遊戲的樂趣的過程底下 也可以建構他們一些身心健康的 這樣的一個需求的這個部分 好 你看了這邊 好 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 就是休閒系上的雷射槍教室 對 然後現在這個場地都是經由我們 同學他們一起來布置的 對 然後我們雷射槍呢 是籌資很久的一個新的設備 嗯 那你可以講一下就雷射槍它怎麼玩嗎 好 那雷射槍怎麼玩 這玩法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會帶一個頭戴 那頭戴它上面都會有感應點 那感應點的範圍是30公分 然後我們會有槍枝 然後槍枝它的槍頭也會有感應點 然後我們就是在玩的過程中呢 會經由這些掩體 然後有兩隊進行競爭比賽這樣子 去做這個雷射槍的玩法 然後我們如果一方死亡的話 可以回到他們的基地 有一個重生點 他們可以再次重生之後 再出來繼續擊殺其他敵人這樣子 這個算是目前很夯的一個遊戲嘛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種遊戲對你們的幫助是怎樣 這個遊戲對我們幫助就是說 我們不僅能讓我們戲上自己的人下來 就是體驗它帶活動的一個 算是一種實習 然後也能讓大家更認識說 休閒不僅僅只是活動 也可以結合很多東西進來一起玩這樣子 好 你要不要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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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耶 準備 準備 3 1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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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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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定了 我們藍燈想再玩一次嗎 哥哥們你們還想再玩一次嗎 可以啊 可以喔 可以 你...你幹嘛 可以要玩嗎 再玩一次 等一下 有不是你死的 對啊 對啊